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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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个十字交叉的这样一个设计元素 因为最开始在1941这种老式机部上面会挂一个军绿色的油桶 它就把这种老式油桶的这种外形和十字交叉这个元素 引用到了整台车上面 那从前面的这个头灯 后面的尾灯 包括车内饰里边 长霸的区域 也是采用那种老式油桶的这种外形设计 这台车虽然说从外观看起来很光新亮丽 但是从内饰很多的这种元素里面都能够看到 这台车复古的景 因为这个整台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师呢 都是一些年轻的设计师 他们平均年龄也大概就是在26岁左右 也就是相当于90后 跟我差不多 所以他们在设计这台车的时候呢 完全沿用了一些年轻人的一些想法 和他们所喜爱的一些像跨界啊 越野啊 然后像跑酷啊 既能够体现出这台车的风格 又能够显出年轻人所需要的那种次第 能让年轻人看到以后正在心中 觉得说这台车就是我想要的风格 那动力方面呢 因为这台车是由广西飞车这个风场 全力达到的 动力的设计方面也借鉴了 贝亚车现役的一个 1.4T的四方温度汉道尼 搭配第四季 甘式七速的风格 最大的速度功率呢 有110千码 也就是150级 最大的速度功率是235级 动力的这个方面是很够的 但是可能是在整个的这个方便 调调方面 有一些偏温和 所以在起步阶段 不是那么想念的非常迅速 所以在某些人看起来的话 会觉得说 有点偏温和或是偏肉了 但是如果你要是 把这整台车开起来之后 它在中高位的表现 却显得非常的强劲 那不管说 网友对他的这个 概念到底是好的也好 还是坏也好 可是我感觉这台车 还是让我觉得很兴起的 因为从整个的这个元素 设计风格 整体的外观形式来的方 我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可能也有一些 固有的这个技术在里面 所以对它有一些 格外的一点 那所以说 你们大家伙 对这台车 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想法 或者说你 对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印象 那期待着你去刷券 那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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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